孟茴长啊 欢迎来到内谈 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一个监会的一个单枪赛啊 观众方是一个 胡辣汤的一个龙宫 队长方是一个大堂官府啊 队长方的一个大堂应该说 方方面面也是没王平的一个大堂啊 但是观众方的一个 比赛我之前也是了解过啊 是一个抗性非常俗的一个 龙宫是吧 对面也是直接起了一个安身诀 这样的话观众方的一个 这个法术攻击都就打不太动他了啊 如果他还是看一看观众方的一个抗性的话 如果还是之前的一个加点 观众方的一个 法伤并不会很高啊 大堂官府嘛 是吧 没有别的一个套路上来也就是亲你的一个宝宝 哎呦 咱说句实话 现在的一个版本这个大堂官府越来越不像一个大堂了 是吧 反而更像一些 很奇葩的一些另立的一些门派 是吧 啊 观众方继续 双龙 有双龙的话 打宝宝还是非常有劲啊 但是打人物的话 确实这个安身诀确实太强 对面把法方一起 可以看到观众方的一个龙弓伤害并不是很高啊 反而有种刮杀的意思 但是他的一个靠性应该是非常足啊 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对面方继续把安身诀疊起来哈 没有安身诀疊的话 就会很危险 感觉对面方可以尝试着出一波杀人宝宝 像这种顺法的话是直接没有威力 宝宝一把先裂 观众方继续放龙 对面方的一个高鬼魂宝宝也是起来了 对面才干将 干将的话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伤害 难道说对面方知道观众方的一个抗性非常的高 哎呦 我的天呐 观众方的一个后排的一个宝宝 是一个功能宝宝哈 带这种高驱轨的控制宝宝哈 对面开始过来横扫 哎呦 这个大唐 咱说实话哈 大唐就得玩横扫是吧 踩着干将直接扫过来 多帅 哎呦 对面的一个虚拟 打这个孩子还是很疼的 哎呦 我的天呐 干将是吧 二百开刀 这个现在的一个子女啊 他的一个靠性确实非常足 哎呦 我的天呐 干将是吧 二百开刀 这个现在的一个子女啊 他的一个靠性确实非常足 之后会休息一回合 如果我是观众方的话 可以尝试着靠龙一波哈 直接就是把对面挑飞 哎呦 观众方踩球 哎 确实大唐打这种比赛啊 真心的不占优势 这样的话 对两方应该是没有机会了哈 因为对两方现在还得先招宝宝 而且观众方的一个输出持续的给对面压力 对两方继续拉出了一个龙龟 应该是一个配速 观众方拉了一个后排宝宝 感觉这个宝宝有可能是一个输出宝宝哈 因为观众方的一个局势非常稳 只需要一直给对面压力就行了 对面选择破血 直接把观众方的一个虚拟给打飞 哎呦 观众方开始龙腾 我的天呐 现在很少能够看到龙腾 是吧 现在都用琴三叠 咱说句实话 龙腾腾900 什么鬼 这样的话 观众方的一个局势应该是十拿九稳 而且招出了一个叶罗沙 这个叶罗沙的话 是一个工程吗 哦 还真是一个高敏的一个攻击宠 超千速哈 对面一直把安神爵加起来哈 如果没有安神爵的话 对战方 会立马崩 宝宝被扯飞 观众方的一个 是吧 叶武的一个叶罗沙是一速哈 每回合都会百分百给对面鞋造成一个一千多的一个血 哎呦 观众方的一个 龙卷 龙腾 龙腾是吧 疼孩子还是非常疼的 可以看到哈 确实很好用啊 虽然 但是他的一个抗性并不是很高 应该被一键就唾死了 这样的话 观众方是稳赢的绝 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子女他的一个抗性也是非常高 观众方的一个后排的一个宝宝也是打不太动 但是对战方没有想投降的意思 直接反手拉铺了一个高颖的一个大佛 哦呦 哦呦 又拉起来 拉起来对面是想大宝剑 七千 对战方的一个龙龟也是快起来了 这样的话 观众方现在是没有一个高感知的一个宝宝 是拿对面的一个大佛没有办法 而且龙龟也起来 我的天 对面应该 继续选择召唤 还是出这种肉盾啊 但是对面的一个 对面没有 哎呦 感觉对面没有一个斩杀能力 拿观众方的一个人物是没有什么威胁 哎呦 这种大龙龟是吧 不起法防的话 根本顶不住 对战方直接踩了一把干将 干将的话 是可以无视自身的一个弃血的一个 限制就可以使用红扫哈 对战方应该是会扫过来 看一看对战方直接扫人 踩着干将扫过来哈 很帅 我的天 我的天哦 不是一个雪耐的 应该是勾换了一个属性点哈 之前他是一个雪耐的一个点 是吧 还是这种大堂帅是吧 这样的话对战方应该是把局面暂时给稳住了 而且对面的一个孩子也是起来 主要是观众方的一个子女是吧 一直被对面给控制住了 对战方也是打得很聪明是吧 完了 被反正震死了 我的天 如果这个红扫能把这个黑色的一个童子给打飞的话 是吧 观众方对战方就赢了 但是被反正弹死了 对战方也是用了一个小细节 是吧 然后 反手去控制了对面的一个童子 观众方继续拉 哎哟 刚才的话 说实话 对战方非常有机会哈 无奈被反正烦死了 继续拉起来 看一看 一把红扫一接 把宝宝点飞 这样的话 观众方是手里 没有宝宝了哈 就是场上的这种这些宝宝 这样的话 这个局面对对战方非常有利 对战方有0元了 可以尝试着大宝剑收割一搏 是吧 孩子其实是不用管的哈 因为有后排的一个受魂锥的一个宝宝 是可以控制的 拉起来 哎哟 没有拉吗 使用归宿的一个子女拉 把二神爵叠起来 对战方还是想和观众方打碰 感觉对战方可以出这种虚拟了 是吧 对战方也是没有宝宝了 应该是 哎哟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呀 打到这种后期的话 后排的一个受魂锥的一个宝宝非常关键啊 千万不能飞 因为对面的一个受魂锥的一个宝宝可以完美的控制观战方的一个孩子啊 因为孩子说实话 抗性非常高 你打起来也不好打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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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拉起来 拉起来 一把苍穹 哎哟 选择斩孩子 人物是直接被剑射倒 但是孩子选择了一把点拉 哎哟 对战方不好打 除非对战方的一个孩子是吧 可以 看一看能不能 哎呦 很无奈哈 其实这个对战方摇铃铛的时候就是很无奈 对战方非常有机会的啊 说实话 摇铃铛也是无无奈之举哈 哎呦 对战方这选择很扫扫孩子了 但是扫孩子 难说实话 是吧 抗性太高了呀 如果对战方的一个孩子不神的话 就没有机会了哈 这一把的话 对面的一个孩子给自己 加个大金 对战方也是没有血了 是吧 没有血药了 又来了 灵源了 哎呦 孩子还正啊 挂着帮他163 二伙子 玩家晃得这个孩子这个店你针对不了呀 哎呦 对面真是汗泪惨败